我盡量我盡量 好立陶宛打馬來第一場的觀眾投稿 單人800分立陶宛打馬來 那顧名思義800分的單人 一定是有升級配置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我們投稿方的 他的立陶宛哪邊有問題 競技場如果這個開局還有配置問題 那打屁股喔 那打屁股喔 喔打屁股 對手拿頭 第一隻羊只有吃外面欸 喔是豬 為什麼要吃外面 奇怪了這個升級配置是不ok嗎 開局就看到對手一個 這ok嗎 這不ok嗎 第一步經濟配置是不是贏了 贏了嗎是不是贏了 我再不贏這個這個第一隻就不ok了 對不對 很簡單的意思 所以我我昨天有在社群發文 因為其實我昨天把大家觀眾投稿 天心收藏的 我很用心每一場我都看 我發現大家的問題 其實我都已經寫在上面 但是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觀眾朋友們 就是想要上電視 或是想要被我嘴 你們這些都 反正你們既然投稿給我 那就是對我一個肯定 那我還是會去支持你們 盡量我盡量好不好 但是因為真的有很多共同的問題 就比如說經濟的配置 有問題 我覺得是不ok的 包含現在為什麼要點織布 為什麼要點織布 爲米 你們不知道 這個是競技場啊 啊為什麼要點織布呢 先點織布 通常會先點織布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今天是在開闊式的地圖 如果你怕對面的赤猴還是什麼 三民兵來搞事的話 那你會先點織布 或是你這張圖是游牧 或是什麼 呃非洲臨終空地陸地游牧 不然正常情況下不會點織布 因為你多生 我不管你今天阿房還是什麼的 你如果要想辦法上到一千家以上 我昨天已經看了差不多七八片 我覺得大家的問題就是 征集配置有問題 譬如說像現在這樣子 這個是有一個小小的空檔 其實這個也不ok 如果嚴格要說的話 我認為我心目中一千家以上的 三條局 呃 你經濟配置如果有正常流程練好 應該一千家以上 沒問題 不然我推薦你玩哥德 玩瑪雅開局可以點織布 不然 呃 不會不會不會點織布 不會點織布 啊沒關係 因為你們投稿給我還是要嚴格說 因為畢竟 可能下一次你的投稿可能是 兩個月後才會再補到也說不定 所以我希望我希望大家是 能了解我在說什麼 這就是我給的意見 好 反正沒有關係 那至少流程看起來是ok的齁 絕對面這邊是 四人木頭 然後有豬 然後這邊有四人果實 整體來說 順序是ok的 但是織布是小小的 缺陷 還有剛剛這邊T4底下有閒置村民 好可能下次拉珠的時間點可以 好像現在又是晚了對不對 這五個村民是不是又閒置了 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這邊我寧願 推薦大家就是 你可以先拉珠也不要晚拉珠 你先拉珠還還比較好 至少不會斷食物 我是這樣建議 我是這樣建議 好這邊雙伐木沒問題 這邊找找四人挖金 恩 恩 恩 瑪雅跟哥德爾 競技場是開局直接點嗎 沒錯 因為第一個瑪雅開局是 直接會卡房的 點織布 沒問題 哥德爾是秒 秒生織布 哥德爾研發織布是秒生織布 所以毫無疑問 可以直接點 但是詹姆你這邊有推 推羊 這邊的操作 可以耶 這邊的操作ok耶 有推羊又 然後吹你一波了 因為我認為八百家不會推羊 有沒有 你對手八百家了 直接野外開豬來吃了 然後村民要這樣子走來走去 效益比較不好 所以 雖然詹姆你有失誤 對我來說可能有失誤 可是對手的失誤更大 所以已經進黑暗時代都沒有開打嗎 你沒有打人 他來幹嘛啊 哇操 馬來直接挖你石頭 不講武德爾 這什麼流 白木流 這什麼流 為什麼會直接要來挖你石頭 哇你出去 直接 砍他 你才有吃不穩 這什麼 我人上還沒看過這種東西耶 哇操妖魔鬼怪出來啦 家裡有石頭不挖 家裡有石頭不挖 他為什麼要挖你的 哈哈哈哈 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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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等一下準備要建塔是不是 還是純粹想要挖你石頭 就是沒有為什麼 就是想要挖 那我不知道我們來看 哦 哦 然後這邊配金 嗯 這邊很早挖金耶 為什麼呢 我想一下 你想要用四級來買嗎 買房 雙馬就 可是你配了四人挖金 那這樣我跟你講 嗯 呃 詹咪你的經濟配置 稍微練一下 你一定可以到一千加 金米你的 詹咪啦不是金米 哦詹咪你的經濟配置練一下 就正常套路 哦六人吃羊 四人伐木 四人果實 然後你要接第二個伐木場 總共有九個人伐木 十個人伐木 然後撒田 哦職成配置 你練一下 我保證你的經濟場 一定可以一千加上 一定 馬上 你只要花五 五盤的時間 把經濟配置練一下 你絕對可以到一千加上 你絕對可以 只要你 願意花時間五盤哦 自己練 經濟配置五盤 練手了 你已經一千加了 我沒有騙了 真的 啊我這邊推薦 啊這邊為什麼要這樣子尾 哇 這 遇到這種情形 啊對啊這樣沒錯啊 出去幹他他不是就死了嗎 遇到這種情形你就生長槍兵 或是赤猴一隻出來吧 開局送你一村耶 啊這邊呢又送一村耶 啊你這邊你為什麼不砍他 你看他在挖你石頭 你讓他挖 你沒有想要生石頭 好 為什麼 為什麼 義大利四人金 呃這跟哪一個文明沒有關係啊 你每一個文明都不用那麼找四個人挖金啊 總而言之升級配置 呃可能我的頻道沒有這些片 可是我們台灣 呃 我們台灣有很多世紀帝國的頻道主 哦有教過這個升級配置 所以可以參考一下 我說真的 經濟配置你只要稍微練一下 一定有一千加的 你看他對手你的對手 他經濟配置更爛耶 你看他伐木場在這裡 他來這邊伐木耶 那這樣子你用經濟不是就屌壓他了嗎 不會一百百加的絕對不會的 你看他這工作效率是不是超級霹靂無敵啦 是不是 那是不是把金這個這個 經濟練一下是不是 你就經濟屌壓了 也你現在也是經濟屌壓 你現在已經城堡他他不知道在幹嘛 對吧 啊他圍起來就圍起來啊 管他的你在裡面有經濟配置 你開農之後出去就乾一波他就輸了 因為他沒經濟啊 你看他家裡在幹嘛 是不是 他挖金這樣挖 他伐木這樣伐 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你會輸他嗎 不會吧 不會吧 那如果真的要說他的缺點 是不是也要一個營利一個一個伐木場 然後他的配置也是要練的 對吧 就這樣沒有啦 他在這邊下劍台不要理他 你都已經起城堡上來了 他還在下劍台 他被砍是增長的 啊這個還過來挖死 等一下也要被砍很增長也要死了 嗯 一樣一樣經濟配置就是 黑暗時代的經濟配置流程 稍微花個三盤時間練一下 一定有900加 再花幾盤時間 再完美一下 1000加 我沒有騙人 我發誓我沒有騙人 就這麼簡單 這邊死三村了 他送你幾村 他送你五村了 他為了要圍你這個東西 他送了五村了 然後他連現在連城堡都還沒點 那你現在騎士又過去砍他 是不是這一盤就贏了 結束了 積極了 沒了 他已經掛了 七村了 是不是結束了 啊結束了 這還能逆轉啊我不知道 那我先講一下 我先打個預防針 我怕有現在在看的新手觀眾朋友 是像藍色這樣 呃你競技場哦 如果你沒有軍事 你不要這樣子出來 暴露在外面 沒有軍事也沒有TC也沒有城堡 你怎麼知道等一下會不會死 你怎麼知道你等一下會不會死 啊早期的村民這麼寶貴 又出來死 是不是馬來把自己玩到死掉 就這樣啊 沒啦 那後面有什麼東西會讓你被逆轉 那我們看一下 我可以快轉吧 因為我今天好多人要看 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有那個機會啦 所以 不盡力 然後像現在你要多砍他山村 已經殺他11村了 他是馬來升級有提槓就是 就是比你快的 他還比你少村 然後你撿了遺跡 蓋了城堡 那現在升長槍兵好現在問題來了啊 也許你的問題在這邊 好 他現在升了長槍兵來打你 好你說你配兵很爛 我看一下是什麼問題 騎士已經10加4了 那不用轉兵了 直接輾過去啦 嗯 你現在開第二個TC 可是這個TC為什麼在這邊呢 TC可以在這邊啊 這個的TC的位置好爛耶 為什麼 因為你旁邊只有這個木區沒了 沒有東西了 你蓋這邊很不ok啊 你能的話我看一下好 譬如說這個位置 旁邊有主金 有木材 你的村民工作效益是不是很快 馬上可以收到TC 然後你TC蓋這邊 你又跑回來這邊 是不是又浪費時間 這個效益值很低嗎 因為你是在操作的 你是你是你是皇帝 你在操作這些村民 那你的村民是不是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就沒有工作效益 那像這些兵也應該出去趕快打他了 這個跟昨天小恩子的第一次投稿是一樣的小毛病 就是你們其實都有出兵 可是你們沒有去打人家 可能忙不過來所以沒有關係 但是至少有出兵不過 所以我就可以 我現在先講經濟配置好了 嗯 對啊這個TC效益值比較低啦 你可以蓋這邊 或是這邊 把這個防護場滴掉 都比 都比 都比你現在 都比你現在 在這裡好 對不對 那這邊我要快轉 好 對啊你這邊還沒有出去打 你列體是13加6了耶 無敵了耶 馬來現在可以用什麼跟你玩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你可以出去繞一下 然後你看這個馬來 這是白木柳嗎 他沒有軍事 然後他為什麼敢在這邊挖石頭呢 他沒有軍事零耶 zero你有20軍事 一個沒有軍事的 在你家門口挖你的支援 你有軍事的 你讓他挖你支援不打他 那 對啊 你就揍他就對了 啊 你就揍他就對了 那你可以你假設來你不知道對手的兵有多多嗎 那你可以去繞一下 看他外面有什麼軍事建設看一下他有什麼兵嗎 發現他沒有兵 管他的 在外面的人就先殺他的嗎 你還讓他一直挖 如果今天換成 真實的世界 好 好 來你家吃你飯 大王餐 睡你睡你房 然後洗你的澡 然後 你的妹子 給他 嗯 然後你的工作給他 嗯 你你你會在這邊發呆嗎 你會嗎 應該應該不會吧應該不會吧 欸一樣的意思 就一樣的意思 他已經挖到你家門口了 你還不揍他 你還在揍他 就揍他 就揍他而已 沒有啊 你這只能就只能揍他 讓他知道說幹我是有兵的 不要太囂張 然後像這一坨 也是 你請了20 20隻的 保全 在你家門口 可是發現 你家的資產都被挖光光了 然後你保全清了 錢你都花了 而且是沒有揍他 揍他 揍他 揍死他這幾村啊 你再不揍他 他整個國都來你家挖了 快揍他 他 他還這樣子給你蓋這個東西 這個田後面很漂亮 但是恰是 我麻煩 詹米 你的軍事 就是你前面黑暗 經濟商店一下 像這邊的城堡 OK哦 地王OK哦 以後就是直接揍他 你有兵 你如果是玩立陶王 撿到遺跡的 你只要有五個 四個遺跡 你只要想起我的話 幹 他在吃我飯 碎我床 多我女人 多我媽 幹他 就這樣 哦 用大聲 不是 ー 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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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馬來 這馬來是什麼流 粉木流嗎 墓碑自己自己先蓋石牆 等下死在裡面 墓碑流哈哈 好 沒關係沒關係 我不能嘲笑我不能嘲笑 他現在大象來了 你有勝率 讚 結束了 這生命很讚啊 這個這觀念可以哦 這觀念可以哦 算你不用這個大象也 你不用這生命也贏啊 你16加6我進隊列提斯 直接騎上去那大象也受不了 那好現在問題來了 你現在遇到這個幾兵了 你現在你現在有個Question Mark 我是列提斯我16加6我要上嗎 我要上嗎 我不知道你就直接先上看看 看你列提斯死的快不快 還是他死的很快 看誰拳頭比較大 看你騎開你騎上去嘛 你騎上去嘛 你發現誰比較死比較大 他死比較大 直接騎了 就這樣嗎 我現在有勝率 OK 好這邊又發呆了 然後他現在只打幾兵 好那怎麼辦 該不會被該不會被逆轉推過來 我們先我先安靜看 為什麼 你說會苦戰 我這邊看一下哦 哇 整列提斯無解 什麼都吃吃吃吃掉了 6加6五個遺跡 不掉了不掉了直接浮的 都浮不掉了 好那 你你現在需要一個一件事情 你如果不想轉兵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轉 因為你已經無敵了 哦 你就無敵了 Jerry你現在無敵了 所以你現在就蓋城堡 那個幾兵在城堡底下 是沒辦法跟你看的 如果你要再穩的話 這個珠寶就沒問題 然後趕快出巨頭 穩一點的話 趕快出巨頭 然後把這個城堡推推掉 哦不要讓他一坨什麼 50幾隻幾兵出來 哦他只要少少量的 你就上去吃他 結束了 就這樣結束了 沒了 一定可以1000加 我後面已經 好 你現在有一個問題哦 Jerry 你 你你沒有黃金的對不對 因為你你 你剛剛的資源都被對手挖光光啊 你因為你不揍他 你有沒有 我先問你 我先問你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那個猛甲 你你你有沒有看過猛甲 你有看過猛甲嗎 你知道裡面有一個經典的 那個這個slogan嗎 你你有看過嗎 今天你不揍他 明天換他揍你 你今天不讓他死 他明天讓你死 就是這一場的slogan 就這樣了 所以你下次只要有兵 先去探圖 看對手有沒有軍事 沒有軍事 揍他 結束了 這個跟你什麼配兵什麼都沒有關係哦 真的真的 我不好意思我今天講比較激動 因為 好節目效果 哈哈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覺得這一場很鬧啊 這馬來也很鬧 我在開局挖你石頭 他怎麼敢在你家門口 你看到地方挖你石頭 又不是日本的謎片 在那邊那玻璃窗在那邊嘟著 給你看 他還出8加9給你這個刷KDA 他不知道你16加6 哇 其實說真的你16加6 他出什麼都 你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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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吃了 你都硬吃了 不會吧 他這邊 你會讓他打穿嗎 你有好多的資源 可是你都沒有用 如果你真的很要穩一點的話 你就轉戰毛 哦 你的立陶宛的戰毛移動速度有提升 哦 然後你的這個 列提斯就在前面 抖動 跑給幾兵追 戰毛在後面 毛 馬來是絕對沒有任何兵種 現在可以打贏你 絕對沒有 你還有新版的那個什麼 拖籃大漏馬 你的食物有13.0k 你還可以轉大漏馬去洗他後面 哦 他把這個 墓碑流都鎖鎖起來了 對不對 有好多方法可以打DGR 好像這樣子 你只有少少幾隻的就不能上 哦 你強如屢固 你也不能這樣 哦 因為他的量是 多你 五六倍以上 你就不能這樣這樣 那你現在要考慮囉 因為你剛讓人家挖你的資產 所以你的黃金是最後的2800黃金 加上你雖然有遺跡 那有可能會被你玩到輸掉 所以以兵種上來說的話 你要轉戰毛 把你的垃圾資源給我消耗一點 大概是這樣 因為你等一下再不轉出來 再被他戳戳掉 他城堡蓋起來 把你這個城堡砸掉 你敬略烈提斯出不來了 所以現在 嚴格要跟 要說的建議就是 你要轉戰毛 你要轉戰毛 當然有個可能有高手 1000分以上會跟我說 我不能在講什麼鬼話啊 你這次就叫他列提斯上去吃一吃 或是後面開個洞 大藥桶進去砰砰 然後今天 亂殺什麼的 可能就結束了 根本不用轉 也許對 探控兵 可是我今天要講 我要教 而我要建議 Jermy 最好 最穩的方式 因為他不可能從800加 突然變成1500 所以現在我只能推薦 Jermy 你現在要轉戰毛 穩穩的打 因為他現在已經全擊用了 你剩下一個城堡 現在才第二個城堡 好 我建議 好 但是你沒有漏盾讓那個疾兵 沒有東西可以扛 可以 會被打穿嗎 嗯 會被打穿嗎 那 科技有點 哦 科技都有點 那沒有 OK 科技的部分都有哦 我科技是有點 OK 那你有多的資源 可以把這個一級射 二級射點一點 哦 因為城堡的輸出 可以增加攻擊力 那他現在要轉這個 馬來的格子嗎 What What is this 啊 布蘭大都馬出來了 再要捅進來了 一波對戰 哇 列體師 你吃 還會再吃一波嗎 哇 這裡火炮 什麼 會殺光光 哇 這裡也死光光 哎哎哎 不會吧 Germyn你這場是輸的嗎 哦 啊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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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等一下我先我先放慢 絕命你資源多到你被殺了 你剩下51村然後換來了100多隻的 突然大陸馬有沒有很爽 看剛剛有軍事其實趕快哦 找我30分鐘前就直接進去 砰砰然後進去換他家砰砰就死了 但是我剛還是要建議你哦 就是如果真的最穩的最穩的那一套打法 就是你要轉戰馬 因為你的立陶丸的戰馬是很好用的哦 移動速度又快 他剩16村 dreamy你剩46村可是你有reboom 他的村民呢 沒了 炸裂 你還有4700470多食物 可是如果他還有更多的資源 他把你這個馬都戳戳掉 今天這盤你可能會輸 哦這邊應該沒了哦 他還能再起來嗎 還沒支援呢 好結束了好我們看一下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經濟 哇你遺跡有快要 8000遺跡黃金哎 好等一下我這邊特別想要跟jeremy建議 配兵的問題 我們看一下有什麼配兵可以玩 讓我很認真的跟你講我不是要來批評你 以你現在800分的實力 你現階段也不可能突然變很強 就是突然變什麼 1000 100012001300 但是你現在能做的 最關鍵的就是 你今天不弄死他他今天就他明天就弄死你 你有兵就趕快去揍他 這第一個第二個 立陶宛不是只有馬可以玩 立陶宛 長槍兵系列 毛兵系列 移動速度提升10%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 jeremy你可能對你自己玩的文明 不夠了解 所以我還是推薦大家 如果你們要上分的話 建議就玩一兩種文明就好了 對新手來說 你看你的立陶宛有什麼 你立陶宛有戰毛 你立陶宛有幾兵 你的垃圾兵不會輸他啊 對不對 他為什麼你都沒有轉這個呢 沒有轉啊 對不對 這是你的強項耶 立陶宛 你的你的東西比他強 可是你沒有 你沒有拿出來跟他對抗 假設你不是出戰毛好了 你出幾兵也可以啊 你的幾兵有 有說很爛嗎 沒有耶 你雖然沒有古風爐 沒有這個 可是你可以當肉盾 因為你剛資源真的很多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什麼 你就需要肉盾 你不能一直用馬去換這個幾兵 就這樣子 沒了 吃 吃 說